在这栋公寓里 听到奇怪的声响千万不要去看 否则你将会得到房东赠送的超级大力 看到这儿 你还敢住进这栋公寓吗 显然还是有胆子大的人敢住的 舒芬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一个单亲妈妈 舒芬千里迢迢来到外地打工 好不容易碰见个房租低得离谱的公寓 立刻就决定搬家入住 在乘电梯的时候 舒芬看到有个小男孩走了进来 眼看对方和自己儿子年纪相仿 舒芬倍感亲切 离开的时候还回头对小男孩说了声拜拜 结果这小男孩也是奇怪 不仅不回答 还双手交叉放在胸口 舒芬也没太在意 拉着行李就准备去找房东 可敲了敲门口 屋里却无人应答 舒芬只能无聊地和儿子士兵聊天 还通过摄像头让儿子看看公寓的环境 结果舒芬一转身就看到 有个满脸胡子的男人站在自己身边 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舒芬立刻猜到 这人就是房东了 房东帮他打开了房间门 舒芬也没有犹豫 拉着行李走进了屋 这环境看起来是真不错 日常家具全部都有 还有个明亮的大窗户 看舒芬这么满意 房东却有些担忧地问舒芬 会不会突然跑掉 因为这屋子的上个租客就莫名失踪了 还欠了他三个月房租 话说有你这样一个房东 租客突然消失简直不要太正常 毫不知情的舒芬 当然是保证自己不会走了 这才顺利从房东手中拿到钥匙 晚上舒芬拿出行李箱里的高跟鞋 呆呆地看了很久 最后还是换上一身火辣的衣服 画了个精致的妆容就出发了 与此同时 房东却趴在房间的地板上 唱着诡异的儿歌 还找两只关在笼子里的老鼠大吼大叫 话音刚落 似乎地板上面传来了什么声响 房东立刻抓住了一只老鼠 用剪刀对老鼠来了个歌喉 然后打开刚刚趴过的地板 把鞋撒进去 下一秒 就有个如同怪物一样的东西冲了过来 抓紧老鼠大口咀嚼 嗯 真像 另一边 舒芬浑身疲惫地下班回家 发生自己的房间门有被撬开的痕迹 他正不知道要怎么办 这猥琐大叔的笑容怎么看都有点害怕 舒芬赶紧进屋躲躲 还不忘把房道锁给关上 好不容易能睡觉了 舒芬却没注意到 在通风口 正有个怪物在疯狂地流口水 第二天一早 舒芬就叫来房东把坏掉的门锁换了 这时他突然听到天花板上传来奇怪的声响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移动 并且停在了厕所的通风口上 不过被房东一打岔 舒芬就忘了过去查看一下 今天舒芬总算是有时间好好打扫房间了 他从床底下沾出一堆白色的毛发 还找到了一个发卡 舒芬并没有在意 觉得这应该是上一任租客留下来的东西 等舒芬收拾完东西准备出门的时候 却再次遇见了昨天的猥琐大叔阿伟 对方开口就让舒芬小心一点 还说之前住在这一间的租客都住不久 见舒芬转身要走 大叔又出声把人叫住 还说起这公寓以前的事情 听说这里拆迁之前抽象了大麻烦 房东和住在这里的妈妈是钉子户 死活不肯走 结果房东因此闹出了人命 被关了一段时间 等房东放出来之后 他妈妈就失踪了 听说这样离奇的事情 舒芬也有点怂 赶紧上网查公寓的资料 看着新闻里的照片 背后冒起一阵寒意 与此同时 回到自己房间的阿伟 突然听到天花板上传出声响 他还以为是自己的宠物猫跑上去了 走到厕所一看 果然厕所的天花板被打开了 阿伟随即爬上去看 没想到猫没找到 却被一条大舌头舔了一口 摸着脸上的口水 阿伟吓得直往身后爬 可房东却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对着阿伟就是一锤子 紧接着 天花板上的怪物顺着打开的洞爬了下来 把阿伟拖了进去 吭吱吭吱的吃起来 而房东就站在一旁看着 再次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毫不知情的舒芬此时正准地去上班 却在电梯里再次遇见了那个奇怪的小男孩 这小孩子一点也不客气 抓着陌生人的手猛吸 舒芬赶紧把人甩开 三两步跑出电梯 可又忍不住回头去看 这一次小男孩又比了好几个他看不懂的手势 舒芬这一次总算是上心了 回家就上网查手语 结果只灵星知道 小男孩比划的是 小心 不要 流血 以及天花板 这像是某种提醒 舒芬情不自禁地抬头 四处查看天花板 结果惊讶地发现 空调口里有个亮着灯的东西 这不是摄像头吗 这房东不会一直在偷窥他吧 舒芬当即取出摄像头去找房东算账 说什么都要退房 房东怎么可能让舒芬就这么走了 他只好睁着无辜的卡自然大眼睛 把锅全推到阿伟身上去 反正阿伟死了 没人能解释 但舒芬也不是傻的 他在阿伟的房间里四处看了看 发现对方的空调口也放着摄像头 既然房东在说谎 舒芬不敢表现出来 只能假装相信把这件事交给房东处理 而他则飞快回到房间 收拾东西准备开溜 可惜已经晚了 房门的把手动了动 随后锁就被人从外面打开 至于房道锁 房东只用了一根红绳 做了点小机关 轻轻松松就把门打开了 看来以前没少干这事 但房东进屋后却没看到舒芬 因为此时舒芬已经屏住 呼吸躲在了床底下 就听见房东神神道道地说着 跑太慢会被吃掉 他哪里敢跑慢 直接从床底钻出来 朝门口冲去 可这门就打不开 完了 等舒芬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房里的灯在非常有氛围的 在一闪一闪 而怪物也再次从天花板爬出来 舒芬终于明白过来 其实这怪物正是房东 那个失踪的母亲 因为母亲执意不肯搬走 最后就变成了怪物的模样 房东回来之后 就不断招揽租客 让他们成为母亲的食物 这时舒芬的脑海里 闪过小男孩的手语 他抬头看到身边的红色高跟鞋 连忙伸手抓住鞋子 把鞋跟插进房东的眼睛里 房东顿时满脸是鞋 已经六斤不认的怪物 立刻顺着血腥味 猛地扑向了房东 鞋后重生 舒芬也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然而几天之后 舒芬却成为了新的房东 却带着又一个 什么都不知道的租客 影片告诉我们 不要乱租便宜的三五小公寓 纸片里面有啥摄像头什么的 还有女孩子出门在外 高跟鞋是个大利器 关键时刻可以救命的 小伙伴们记住了吗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是冠小妹 我们下期再见